不勾勾在书房待着 来这里干什么 我在吃水果 你刚刚在说谁帅气 优秀啊 就厨艺啊 她现在在荣城 我让她适当勾引一下青芝 你就不怕万一成真了 什么 万一厨艺真对许青芝动了真感情 怎么办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你不是说许青芝很好吗 难道不值得让人喜欢 不可能的 厨艺不会对青芝动心的 青芝喜欢黎沫 她也是知道的 感情这种事 谁知道呢 沈繁星瞬间没了吃水果的欲望 博锦川直接将苹果 递到了自己的嘴里 然后扣着他的脑袋 起身吻了上去 呦呦我的妈 我说 你们也注意点 公共场合 有点道德行不行啊 厨艺挂断电话 摁响了许青芝家的门铃 许青芝听到门铃声 从厨房里出来 黎沫倒是比他先一步 应该是去开门了 呦 居然在家呀 我还以为今晚 就我跟小青芝两个人 单独的晚餐呢 欢迎 许青芝浑身不自在 狠狠瞪了他一眼 没事找事的家伙 然而楚艺却视若无睹 将手中提着的东西 递给了黎沫 这是礼物 不成敬意 就行了 楚艺笑了笑 单独将手中的 另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递给了许青芝 这是给你的 第一眼看到 就觉得很适合你 许青芝一脸好奇的结果 也没闭讳 就直接打开看了看 却发现 里面居然是一条 钻石项链 这个 是不是太贵重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分什么贵重不贵重 进了吧 门口多了 厨房里还有菜在灶上 我去处理一下 你们现在坐一会儿 辛苦了 取青芝一走 客厅里就剩下 黎沫和楚艺 马上就要开饭了 我觉得没有要请你 坐下的必要了是吧 无所谓啊 我去厨房看看 青芝忙怎么样了 身子不方便 还为我这么忙碌 实在是过意不去 还好啊 对待客人自然需要真诚一些 厨房你就不要去了 你毕竟是客人 请客人吃饭 还要让客人到厨房帮忙 实在余力不合 客人就该等着吃饭 你随便坐吧 我去厨房看看 内人准备好了没有 一句话五个客人 一个内人 说得自正腔圆 咬牙切齿 诡异的语气 让人挑不出毛病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更让人无可挑剔